山的那边还是山 天的外面还有天 黄徒弟的孩子爱徒弟哟 小山村的娃娃爱大山 我在高月上长大 这里有猫牛喝个嗓话 我在边长着长大 搭起手舞跳撒马 我在大山里长大 的深月落走是花 我在乡村中长大 小路的尽头会是哪 听说外面的世界很大 我多想去看看它 我是乡村娃娃 我是大家的牵挂 我也有梦想越大 我想当科学家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老师 我长大想当个美术家 为什么 因为我还喜欢美术课 我长大想当个纠茶 我的愿望是做一名博士 新兴教育基金会 通过多个教育项目 助力乡村孩子实现梦想 这包括互联网家教育 图书项目 读书活动 新兴危机室 编程活动 美花校园 新兴卫生角设计活动 乡土课程 新兴美术园活动 新兴小心院 新建校项目等 互联网家教育 让偏远地区学校 也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新兴为乡村学校 提供多媒体教学设备 引入互联网络课程 让乡村娃娃 也能上音乐 舞蹈 美术 体育 等素质教育课程 通过读书项目 持续为新兴孩子们 提供优质图书 并捐赠图书阅室 和图书角 不断改善学校的阅读环境 新兴图书角成为教室里 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 组织学校 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让孩子们体会读书的乐趣 培养阅读兴趣 习惯和综合能力 新兴读书乐活动 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新兴教育基金会 为新兴学校 捐赠现代化危机式 让乡村孩子 也能掌握电脑基本技能 新兴危机式 让乡村教育 与现代化信息时代接轨 通过寓教娱乐的编程游戏 让乡村孩子也有机会 学习基础计算思维 培养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 拓宽视野 编程活动 让乡村孩子 也有机会 与世界接轨 新兴教育基金会 鼓励开展 美好校园设计活动 通过用 Problem-Based Learning 项目式探究式学习方法 启发孩子 如何从解决 实际问题出发 培养思考和动手的能力 新兴教育基金会 的乡土课程 是基于乡土生活 乡土文化的课程实践 让乡村孩子 认可乡村文化 未来做乡村文化 继承人和建设者 新兴教育基金会 乡土课程 在家乡的土地上 探索与实践 做有根的教育 新兴美术园 开启新兴小学 美术训练 用绘画 手工等美术活动 让乡村孩子们 也享受美丽的艺术世界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黑龙家 牡丹江市 海南朝鲜族乡 汉族中心校 是新兴教育基金会 新建校项目 新兴小新院项目 为乡村娃娃 实现小小新院 传递关爱 温暖乡村孩子们的心 我特别喜欢画画 可是家里没有钱 给我买画笔和颜料 谢谢你们 不要跟你们说 谢谢 因为你们为我们提供了 很多篮球场 乒乓球桌 游乐场 在我们天天新兴会的 所有的爱人 多多姐姐们 谢谢你们 都与我 我都谢谢你们 我们爱人 多多姐姐们 谢谢你们 十年充狼 百年庶人 终之高昌 心心笑容